好 坐JR新鋼線 看看要吃火車便當 JR站前面就有這個買便當屋 大部份的美好的便當 好吃的便當都在這裡買的 出名的 到這裡都可以買到的 我女兒就選了這個雞肉 雞肉的飯 有些小菜 包裝就是這個 另外一款是炸豬扒定食 基本的一塊是炸豬扒 有些樹肉 盒子就是這樣的 老婆這個就是黑和牛的三味 和牛三味有三款 不過車子有點搖搖 看見都想吃 其實在月台也有一間小賣店 都會賣這些便當 也是同一間公司 不用這麼說 我在月台買的 剛才介紹了幾款便當 我貓叔這些 做功課就是吃這個 東京便當 這個老鋪之味 就好像說是東京車站限定的 如果好像貓叔那麼喜歡喝啤酒 就留一點點位置 這裏呢 這個是賣車站電檔的那間店出的啤酒 我不知道外面車仔有沒有賣 好多個正確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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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 因為這個 中京老鋪這個 我好像看上去是貴少少 1650日圓 其他那些都是1100日圓 嗯 有機米證明 哦 月光米 是不是月光的 好像是月光米 我記得 因為我們現在去那個 月口湯宅 其實是 日本三大米 其中一個 就是月光米 所以那邊呢 清酒 米 都是最出名的 有一張 哎 吃便當有整張Postcard給你 不知道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 寫說是東京車站的 稍後研究一下 那 我見其他飯盒都沒有一張 那樣東西的 如果你去 我記得我之前吃過 那個叫做溫泉旅館 有一間 吃過溫泉酒店 溫泉酒店裏面 吃過一頓飯 他就會有一張這些 這樣的紙給你的 那就是告訴你 這一餐有什麼 可想而知 現在這樣的Postcard 是非常之 一種 一種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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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深度的料理 哈哈 一個餐 這一餐 那就是 有四款煮打的 就是 煎蛋 牛肉 油 牛肉 燒魚 那 有飯 本身 另外這些就是 一些 材料是 貝菜 小貝菜 最重要過一種 的就是有個甜品 就是這個 這個麻糬,我不喜歡吃甜,所以這個留給我老婆吃 這個就是秋田米,雨光米過,不清楚了 蕭魚,煎蛋 青木是什麼意思? 真的不喜歡 有點雜菜 如果大家都錯JR和新剛線的話,記得肚子一定要留一點位置 那就吃這個便當,真是不要開玩笑,非常好吃 再去加碗啤酒 包你 一個多小時車程就睡得舒舒服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這樣吧,如果想繼續收看就訂閱 貓蘇繼續遊東京,不是的 因為這次貓蘇去滑雪 所以我們就去新式的月後湯澤 即是加拉湯澤滑雪場 到時見,拜拜